吃飯紅茶餐 對繁忙的現代人而言 不管是把微波食品當晚餐 或是加熱冷藏的剩菜剩飯 微波爐的使用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家電 但是你知道嗎?網路留言 吃微波過後的食物對健康有害 你相不相信呢? 今天就來訪問北科周邊居民 對微波食品的看法 如果你只是要說微波烹調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差點 我覺得沒差媽媽覺得有差 爸媽就覺得說外面都是塑膠 加熱會有毒的那個 溫度再高一點點還是會濃出 塑化氣 而且裡面又還有一些防腐劑 牙硝酸點類的那種東西了 它是加工食品嘛 所以就沒有像天然的食物那麼健康 好像大家蠻聰明的唷 還可以啦 還可以 不健康 會覺得自己不太健康 容易睡眠不好 睡得特別好 很容易生病感冒 還好 也還好 聽起來好像也蠻健康的 也蠻健康的 要看是不是身體健康的心理 所以這個 身體啊 心理不健康 心理變態有沒有 原來是變態的部分 要誠實一點啊 一週三到六次喔 會來學校幾次 我有時候會住在東京 住在東京的話是這裡的 東京可能甚至不只啦 那個七十一太方便了 然後又好吃 那通常是什麼樣的時間點會 肚子餓得少 講幹話 你朋友說你講幹話 你朋友說你講幹話 我家裡也曾經吃過這些商品 然後拉肚子 我家裡也曾經吃過這些商品 所以好吃的話我當然會吃 但是曾經有試過 但 你到底想說什麼 A吧 應該添加物多吧 營養不群 營養不群 你還是討厭燒嘎吧 營養不群 營養不群 呃 我覺得是A欸 我覺得全都不群 我覺得全都不群 這個 其實有人做的實驗 全部都可以 你說骨叉磨嗎 有誰會回過葡萄嗎 葡萄好像 葡萄好像 葡萄有正常人去放些葡萄 葡萄會爆掉吧 葡萄會爆掉吧 以上皆不建議啦 有看過這個報告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防線坡帽 防棚帽 防棚帽 這又不是玩是嗎 可以長電磁波 這樣可以長電磁波 我覺得現在沒有被收到控制了 真的有差 沒有 並沒有 微波爐的電磁波 要不要預防 微波食品到底對身體有沒有害呢 而大多數的民眾 每週會吃一到三次的微波食品 那你又吃了多少呢 讓我們一起聽聽醫生怎麼說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長安哥 歡迎收看再見的留言 關於這個留言啦 吃這個微波過後的食品 會對健康有害 這個留言是錯誤的喔 當我們把食物放在微波爐的磁場中 食物裡面的急性分子 主要是這個水分子 它會開始互相震動啊 摩擦產熱 進而加熱這個食物 食物經由微波在加熱的過程 它其實它分子組成是不會變的 只是它的這個震動產熱的關係 它整個溫度被提升了 而且反過來說啊 微波之後的食品 它反而能夠保留更多的營養物質 因為它單純只是一個加熱的過程 所以它的營養成分的保存 反而會比其它的烹飪方式 還要來得家喔 那相信大家會更關心一個問題啊 這個微波爐在運轉的過程中 會不會對外面的人體產生傷害啊 雖然說微波是電磁波的一種 可是電磁波有分非常高的能量 也有分非常低的能量 像微波它是屬於電磁光圖裡面 非常低能量的這一群 它對人體沒有什麼穿透力 也不會傷害你的細胞 那關於建議的部分 第一點啊 我們要盡量吃原型食物 要嘛去吃馬鈴薯自己 你不要去吃洋芋片或是薯條 因為你吃後面那些加工食品 容易吃到熱量爆表 那第二點建議 就是我們在煮食物的過程中 盡量採用蒸啊煮啊炒的形式 盡量避開煎烤炸燈的形式 前面的方式可以保留比較多的營養素 那後面的方式會產生過多的自由基 還有治癌的風險 第三個建議的部分 我會建議大家都是 含有維他命C維他命E 以及多分的食物 例如說綠茶啊 莓果類啊 以及花椰菜等等 因為這類抗氧化的食物 它可以對抗你體驗的自由基 對你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那麼關於不建議的部分 第一點我們不建議 大家吃太多的加工肉類 例如說培根啊火腿香腸等等 那這類肉類 它為了維持它的色澤 常常會加入這個雅硝酸鹽 這雅硝酸鹽常常會在我們胃裡面 跟其他食物交互作用 變成所謂的雅硝胺 它會是一種治癌物質 那第二個我們不建議 各位吃太多的醃漬食物 醃漬食物為了保存 常會加很多的鹽啊糖 這對有些心血管 或是糖尿病的疾病的人 非常不好 那第三點我們不建議大家 吃太多市售的微波食品 這些微波食品 常常有很多的添加物啊 常常這個鈉含量也過高啊 所以我們還是不建議大家吃太多 這類市售微波食品喔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關於 微波爐以及微波食品的迷思 大家有Catch到了嗎 關於吃微波過後的食品 對健康有害的答案是錯的唷 微波爐本身是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的 問題通常還是出在食物本身 謝謝 謝謝 因此大家在飲食的選擇上 可以聽從醫生的建議 讓自己餐餐都吃得安心喔 對於網路留言的健康疑慮 可以趕快加入LINE訊息查證功能驗證 或是留言給我們知道 我們是再見了留言 每週會為大家破解一則健康留言 那就下次再見囉 歐巴巴 請看